普京王后的新中国联邦的机会在哪里? 大家一定要知道,普京身亡后对中国新中国联邦是前所未有的机会。 普京的灭亡一定会是让俄罗斯解体, 而且会让世界拔掉这个隐患。 同样的事情,全世界的正义和追求民主法治和西方阵营会转向解体中共, 没有任何选择。 解体中共的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习近平。 不推翻习近平先生,他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和真正的长久的稳定安全, 和解放现在被隔离清零,以及要攻打台湾的这种噩梦之中的中国人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会看到新中国联邦将在全球各地, 推动中国人民与西方世界达成长久的和平性。 我们要真正的恢复到当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, 追求长远的经济稳定,社会稳定,和谐社会, 信仰是有以法治国的,没有必要打造一个强国的部队, 国防撑天想的杀人没必要,我们叫做适合生存温度的国防, 我们有自卫的能力,但不需要准备攻击所有人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新中国联邦永远不会缠户政权, 永远不会冒起政权,任何人意图获得政权和利益的人, 都不是新中国联邦,我们一直会在自我经济强大, 自我独立生存,在不影响自己生活和安全的情况下, 为中国人民追求我们新中国联邦的,像我们郝海东先生, 当时在宣言当中,向大家宣祖的那样,创造一个和谐, 追求正义,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正义的学习, 让中国人民都能自由、平安、舒服的在自己的国家进出, 可以用中国的文化与自己的家庭相处, 让中国人获得公平的财富, 让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最尊重无好的人。 所以新中国联邦这是我们永远要明白的目标和我们行动的目标, 所以新中国联邦在普京身亡后, 一定会成为建设世界文明的最终的力量。